又出大事了 乌克兰开始进攻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了 临日来 俄乌战争已经走到了彻底失控的地步 在俄罗斯放开手脚 对乌克兰全境展开打击的同时 乌克兰也开始频频突破底线放手一搏了 比尔克罗德州长对外承认 在过去的24小时之内 已经遭受了来自乌克兰的300多次袭击行动 多座建筑和电力系统遭受损失 同时至少有5支乌克兰特种队伍 潜入比尔格罗德州展开偷袭破坏行动 如今的比尔格罗德州已经成为俄乌战场之一 更加惊人的还在后面 昨天至少8架乌克兰无人机突然出动 突袭俄罗斯首都莫斯科 在对俄罗斯境内多个目标发动袭击的同时 如今 乌克兰竟然再次对莫斯科发动无人机偷袭大战 虽然在莫斯科防空系统的猛烈攻击之下 乌克兰无人机发生剧烈爆炸 但是还是有无人机冲破防空网络 击中俄罗斯莫斯科的建筑 一时间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上空硝烟弥漫 这是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遭遇无人机袭击之后 莫斯科再次遭到无人机的袭击 莫斯科相关部门表示 的确有多座建筑遭到无人机的袭击损毁 但是没有人为此受重伤 这是俄乌战争开战一年多来 战火开始首次燃烧到了俄罗斯首都莫斯科 这超出了许多人的预料 需要值得一提的是 这次行动和上次两架无人机 袭击克里姆林宫如出一辙 乌克兰边境离莫斯科大概是500多公里 无论乌克兰无人机如何先进 也不可能躲过俄罗斯防空系统的层层拦截 一路绿灯杀到莫斯科 只有一种可能 那就是在俄罗斯境内组装发射的无人机 这充分说明在俄罗斯国内 已经有乌克兰或者美国间谍潜入其中 随时准备好了 里应外合对俄罗斯发起攻击行动 虽然乌克兰袭击莫斯科的是小型无人机 战斗能力不强 对俄罗斯造成的损害性也不强 但这毕竟是乌克兰 也向俄罗斯直接发出了对等反击 而且是乌克兰对莫斯科发动无人机袭击 并且得手 无形当中也会鼓励乌克兰国内士气 对俄罗斯来说是伤害性不大 侮辱性极强 但是在实地相差悬殊的情况下 乌克兰这样做 无疑是把自己推上了更加危险的险境 不但不能改变俄乌战局走向 只能会换来俄罗斯更加猛烈的炮火打击 果然被激怒了的俄罗斯 正在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展开猛烈轰炸 40多枚巡航导弹 外加30多架大型无人机突袭基辅 并且直接冲破乌克兰的防空系统 多个目标被击中爆炸 剧烈的爆炸声响撤基辅上空 面对乌克兰的铤而走险 如今的俄罗斯也已经彻底放开手脚 这场俄乌战争大决战时刻已经来了 所以疯狂的轰炸来了 普京是彻底争格的了 在乌克兰对俄罗斯境内发动反击 尤其是多架无人机袭基莫斯科之后 俄罗斯空天军火力全开 对乌克兰境内的目标 展开了昼夜不停的轰炸行动 在连续三天 对乌克兰首都基辅无人机轰炸之后 今天俄罗斯更是在白天 启动了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轰炸行动 而这是一个月来 俄罗斯第16次 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空袭行动了 在俄罗斯不停的导弹 以及无人机的轰炸之下 美国等西方国家 为乌克兰精心打造的防空网络系统 也彻底被打爆了 基辅多个武器弹药目标被击中 产生的剧烈爆炸 让基辅犹如地震 一般地动山摇 之前乌克兰宣布的百分百拦截率 彻底成了一个笑话 俄罗斯就是用这种方式来告诉乌克兰 之前俄罗斯只是没有对你下狠手 如今既然双方撕破脸了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同时俄罗斯也是用这种方式警告美国以及北约 你们的防空系统 在俄罗斯的强大防火力面前不值一提 不但加大了对基辅的打击力度 从西部城市利沃夫传出消息 俄罗斯更是对一个在利沃沃夫边境的地下武器运输通道展开导弹洗击 现场产生剧烈训爆 蘑菇云再次升腾而起 而在顿巴斯前线 拿下巴赫姆特之后的俄军继续向前挺进 另一重阵谢维尔斯克遭受俄罗斯的猛烈打击 多个据点被俄罗斯端掉 没错 俄罗斯开始彻底发威了 战争打了一年多的时候 俄罗斯才开始展现自己可怕的一面 乌克兰的反击战没有打响 俄罗斯的全面进攻却打响了 其实普京也用这种痛击乌克兰的方法 再逼美国和北约动手 既然你想在乌克兰战场上利用乌克兰消耗我 那我就加大火力逼你美国出手 同时也让整个世界看看 做美国小弟只能是当炮灰的命运和下场 我们看到 此前一直声称只有俄罗斯投降 才启动和平谈判的泽连斯基 对于俄罗斯的出手已经没有任何还手之力了 而且已经消失多日的 乌克兰国民总司令扎鲁日内终于现身网络 但是只是在社交账户上号召展开反击战了 现在局势已经开始明朗化 那就是俄罗斯吃定了乌东四周 更不要说克里米亚了 但俄罗斯也表达出了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等西部领土并没有拿下的意愿 但即便是战场上已经显现出一边倒的局面 美国以及英国等西方国家仍然在煽风点火 继续为乌克兰提供武器援助 并要求泽连斯基不得停火 乌克兰的反击换来的却使俄罗斯更加猛烈的吊打 美国等西方国家又不愿意承受和俄罗斯正面开战的风险 只把乌克兰当成炮灰来利用 这场乌克兰战争越来越惨烈了 再加上泽连斯基此前将大话说得满满的 称要收回克里米亚 而如今克里米亚没能收回 乌东四周也丢了 泽连斯基根本无法向国内交代 所以哪怕是被俄罗斯狂轰乱炸 泽连斯基仍然咬牙强撑 完全不顾及 仍然在以命向搏的乌克兰士兵的死活 如今随着乌克兰的反击 招致俄罗斯更加猛烈的打击力度 乌克兰嘴里发起的大反攻行动 已经彻底成了一个笑话 而美国和北约欺软怕硬的一面 也在这次俄乌战争当中彻底暴露 虽然北约声称已经做好了对俄罗斯的作战准备 但至始至终却不敢派兵 和俄罗斯在战场上展开直面战斗 如果这场战火继续蔓延下去 等待乌克兰的注定将会是更加悲惨的命运 俄乌冲突的走向也说明冲突时间持续的越长 实际上对于俄罗斯越有利 因为现在是在乌克兰境内作战 本土成为战场 工业体系被俄军打贪 乌军实际上被去工业化了 无法生产武器弹药 全靠外援 但是俄罗斯体量本就比乌克兰大得多 拥有完全的战略优势 发达的军工业更是能够为俄军源源不断的 提高各类型的武器和弹药 对乌军有绝对优势 在这种条件下乌军对于西方武器和弹药的援助需求 将会越来越多 一旦西方停止输血 那么乌军将会很快全面崩盘 冲突无可避免的将走向失败